今天啊,我们来讲讲这个亚裔细分法案啊 其实我之前讲过一期啊 但是讲过以后呢,不过瘾 那很多朋友呢,都来找我说 哎,你怎么看这个亚裔细分法案啊 仿佛他们没看到啊 我琢磨着啊 今天啊,我从种族歧视的角度来讲一讲这个事啊 首先啊,美国的概念里 或者在英语的这个词典里 就没有所谓的亚裔细分法案这个词 那这个词呢,我找了一下啊 大概就是存在于咱们简中网的一个词吧 因为这个事呢,其实在美国华人社会呢 闹得一直都不是很狠 那么有些华人呢,他会认为啊 这个其实是针对他们孩子上学的 其实大量的华人啊,根本就无所谓这个事啊 为什么呢 因为在网上流传着一张 这个美国政府上填表的这种公文 大家可以看看啊 但其实呢,这个表不是每个人都要填的 只是你去政府办事的时候 他才需要你填啊 你也可以选择不填 甚至你可以填一个黑人 这个无所谓啊 你可以填一个韩国人 你可以填一个日本人 这个都无所谓啊 大家看看啊 到底是只分了华人 还是把所有人都给分了啊 那其实呢 我之前在没有拿出这个表格之前 大家可以看之前那期下面的留言 那很多人就跟我说啊 说这个,那不对啊 为什么只分亚裔不分别的裔 那其实还是为了针对亚裔 对吧 但其实呢,这一张呢 你就能看出来是把所有人都给分了 但是那不行 那现在大家又说 那把所有人都给分了 是吧 那好像没话了 哎,不管 那其实还是为了针对华裔 专门又做了这么一个表 把所有种族都给区分了 当年对犹太人就是这么干的 好 假设我们说这种逻辑成立啊 我想问一下啊 你们为什么老觉得 这个东西就是针对华裔呢 而且你觉得这个事啊 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华裔自己抗议的不多 几乎可以说没有 美国人抗议的也不多 也几乎没有 而且当地华人主要抗议的啊 也就是上学受教育这块 因为所有的大学名额嘛 基本上很多都被亚裔这个给占领了 因为亚裔的成绩好嘛 或者说华裔的成绩好 可是华裔现在越来越多啊 家长们还是不满足 就要把这些长春藤名校全部填满才好 所以说很多长春藤名校啊 他就限制这个华裔学生的名额啊 这就导致了很多家长就不乐意了 知道吧 所以说很多家长其实抗议的是这个事啊 这个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但是不行 但是到了朋友们眼里呢 其实是为了把华人都抓起来啊 大家看啊 对于加沙美国大学生都能这么抗议 那为什么对于亚裔西奔法案 这么明显的歧视 美国大学生却不发言 你们是认为中国人或者说华人 在美国大学生眼里还不如加沙人吗 这是大家潜意识的认为 对吧 那可能很多朋友讲了 说那不对啊 那在美国人眼里 那华人就是连加沙人还不如 那不对啊 那你说了祖国强大以后 华人在海外也能受惠 也能更受尊重 那这句话我还言犹在耳呢 那你说这两句话到底哪句更正确啊 那你这不是自己自说话自想矛盾吗 我记得这两个人啊 网络上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啊 我给大家说说特别好玩啊 就是很多人经常在我下面刷这句话啊 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辱了谁 大家听听啊 大家觉得辱了谁啊 叫做 你看啊 你们华人啊 在美国啊 就是四等人 对吧 这是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呢 在美国啊 你们都找不着媳妇 确实这个很多华人在美国比较难找媳妇 这个是客观事实 他说你们啊都只能回国来找 你们回国才能找找 你听到他这个话 我不知道他是在辱华人啊 他是在还是在这个这个这个侮辱 这个咱们国内的同胞 你看他这个话怎么说的 是你在美国是四等人 你找不着媳妇 你只能回国找啊 在美国的四等人 在美国都找不着啊 还只能回国找 那国内还能找着 那我不知道 那你还找不着 那我不知道这个算几等啊 所以说你看啊 这些朋友吧 我就说为什么人一定要学逻辑啊 这些朋友的逻辑 他是不通畅的 对不对 他在跟你 他想极力表达的是 你算四等人 其实你真正算不算四等人 他也不知道 他只是 他想当然的认为 你算四等 那实际上 你算四等的时候呢 他没有 他忘了 他把自己算成五等了 你知道吧 他是这个意思 那你跟我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都四等了 我都找不着了 可是我回来能找着 是吧 我都找不着了 我都啥都不是了 我回来算高华 那你说 你在如你自己 还是我在如你 对不对 就像这次的 压抑西闻法案似的 其实 我说句不好听话 你也不要不爱听 就是很多时候 就是你自己的往脸上加戏 你知道吧 很多朋友就说 那人家抢华人了 又这了那了 华人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吗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在这个时候就不懂了 就跑得慢了 就不明白了 这时候你们都比我们明白 华人这个时候突然智商又都不在线了 你就好玩了 这个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是当你发现 一个群体智商集体不在线的时候 有可能这个事 它就不太靠谱 这个事 但凡要真针对华人 早就俩跑了 就很多朋友就让拿我来说事啊 哎 那张特丁你为什么回国了 我回国正常啊 我经常是一个吐磨一个钉啊 之前你们都来蹭自博流量的时候 我说我会在自博 有一个住的地方 我最后有没有 有没有 我现在就在自博嘛 之前你们都在 这个回国蹭流量的时候 我说我会回国定居 我回国有没有 一个吐磨一个钉嘛 你们上一次 我去年回来 你们就说你敢回去嘛 然后最后我回去了 立马就被打脸了吧 我待了几个月 我又回来了 哎 我告诉你 我说不定什么时候 我一高兴我还能再回去 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承认 我来去比你自由呢 你为什么就不愿意承认 我想在哪待 就可以在哪待着呢 如果哪个朋友 想跟我打赌的话 你可以把机票 时速费这些都出了 顺便你再说 你输了乘以三 我现在可以再给你 表演一趟回去 然后在佛州政府 那个前面 然后再举个牌子 抗议压抑西分法 要不要打个赌啊 兄弟们 你们只要愿意出 时速费乘以三的价格 谁要愿意在网上 我打这个赌 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你们不敢 因为你先出钱 我再去 因为我跟网友打过赌 我已经跑过一趟 额太额了 网友通通被我打脸以后 集体刷不算数 所以说我不会再信任网友了 这次就是网友 如果要跟我打赌 我可以先来 知道吧 我得有的赚 不赚的话 我是不去的 什么叫做最大的种族歧视 其实最大的种族歧视 外人给你的 只是歧视 但是最看不起自己人的 我含着那句话 是自己人 因为在你的眼里 你始终觉得 你自己第一人一等 为什么 外国大学生 宁可帮着加杀 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 发声 都不愿意帮着身为武昌 为老家的你发声 你是认为你连巴勒斯坦人都不如 还是你认为 这个事就压根 没有 是你自己脑补出来的 我说到这 很多朋友可能还会说 那你给我气说 你们佛州不让买房子 是咋为啥 佛州不让你买房子 就是歧视你 而且不但歧视你 是歧视俄罗斯 伊朗 古巴 叙利亚 委内伊朗 但是他不让你买房这个事 跟亚裔新闻法 这是俩事 你不要把这俩哄为一谈 而且人家不让买的 是咱们在中国大陆居住的这些朋友 和拿旅游签的这些朋友 留学签 探亲签 正常的来这边工作的 有绿卡的 这些中国人 还是可以买的 港澳台的中国人 也是可以买的 知道吧 人家没有这方面的限制 包括在美国的华人 就更不用说了 那有些朋友说 那我不信 不信 不如这样 咱们来打个赌 你出钱 我去买一套 写我的名 如果我要能买了 并且在十年内不没收 这房子我就不还给你了 行不行 咱们可以签一个协议 你敢不敢 如果要敢的话 哪位老板跟我打这么一个赌 我觉得 十年出真知吗 对不对 而且这十年中间 我不住 租金归你 如果十年到期 我被没收了 我再在中国 再赔给你 一套 你看怎么样 我跟大家说 如果有信心的兄弟们 可以跟我打这个赌 从投资理财的角度来说 你收了十年美国的房租 你在国内还赚一套房 这个赌约是不是 非常的 值当 对吧 大家可以试一试嘛 为什么这些白左 愿意帮着加杀没有国家的巴勒斯坦人发声 不愿意为了一个你身为武偿国民的你发声 是因为你认为自己的国际地位还不如巴勒斯坦吗 对吧 还是说你觉得有其他的别的原因 包括这个所谓的啊 在美国都找不着媳妇 在美国都被提示 回国突然成了高华 那你跟我说 是你潜意识里觉得从国外回来的就高人一等 还是你潜意识觉得女孩就是愿意跟国外回来 大家能不能帮我把这两个逻辑解释清楚 你是不是觉得不好解释了 在网上又开始谩骂了 又开始诅咒了 又开始在下面说话不好听了 但其实就是你自己在如你自己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不能深究啊 反正深究就是很不好 很不好啊 我们不多说了 我只是这一期呢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种族歧视 你记住啊 种族歧视从来都不是说 你滚出去啊 你怎么怎么着 这个不叫种族歧视 这个叫排外 种族歧视永远都是固有印象 我觉得你这个民族应该干什么 我觉得黑人就应该打篮球 这叫最大的种族歧视 因为他直接从群体上给一个群体分开了 我认为华人在国外就低人一等 这也是固有的印象 这才是最严重的种族歧视 啥事你都认为针对你 啥事你都认为针对华人 这才是最大的种族歧视 包括认为自己低人一等 一样 就是啊 很多朋友说 那你没低人一等 你自己知道 对吧 对啊 我自己知道啊 我活这么大了 从来没低人一等过 除了在网上朋友们嘴里啊 因为在朋友们嘴里就低人一等了嘛 因为说句实话 现实中我也见了不少网友了 我也没见哪个网友在现实中高我一等 反正都在网上挺高的 是吧 这个不敢多说了啊 行吧 这不多说了啊 那这一期呢 就做到这儿 就我还是 当然我作为一个 这个华人还是得有觉悟啊 我还是低朋友们一等比较好啊 就省得爱骂啊 那行吧 这一期呢 做到这儿 以后有什么有意思话题 再跟大家说 这期聊到这儿 大家拜拜 拜拜